228年假第一天高工局指出28号上午7点 西部国道就陆续出现南下车潮 预估28号交通量会达到114百万车公里为频率的1.4倍 国一的谷口到新竹跟国三的树林到龙潭这个路段 在8点后就出现车多庸舍的一个现象 在乌日到乌风系统也出现南向车多的一个情形 那国五的部分我们在上午6点开始就有出现往宜南的一个车潮 高工局表示国道1号和3号分别会在下午3点与中午过后 车流量才会得到疏解 国道5号则要等到下午4点 而在苏华改路段清晨5点多就涌现南下车潮 沿线车多庸舍 经警员在中央路口疏导交通 上午10点后已慢慢疏解车辆 至于台铁方面台铁局表示 所有指定车位车票已全数受空 但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车厢占票人数明显下降 有的新闻胡宋 新北泰山采访报道